歡迎收聽新智覺聽新聞 我是Lini 3月21日 大陸本土疫苗者飆升 吉林省工業重振仍是重災區 與吉林接壤的遼寧省、福建省 與三大直轄市上海、北京 與天津的疫情也持續燃燒 中共官方3月20日通報 從3月21日的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2,281宗 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2,313宗 總共4,594宗 其中吉林省的確診病例最多 為1,902宗 秦春市1,437宗 吉林市438宗 排第二位的是福建省 為1,111宗 全州市89宗 普田市16宗 排第三位的是遼寧 為67宗 認口市55宗 瀋陽市7宗 無症狀感染者 上海865宗 排第一 排第二位的是吉林 為563宗 其中吉林市558宗 河北以212宗排第三位 傳染性極高的奧密克用變種病毒株正在中國大陸20多個省市區蔓延 利波疫情 大陸本土病例已累計超過2萬宗 重災區吉林省3月中旬以來 連續當日單日新增 病例突破千宗 3月19日出現兩喜本土死亡病例 吉林省3月14日宣布封省 全省2,400萬人口的生活 按下暫停建 從3月21日起 人口接近400萬吉林市 實施4天的全域靜態管理 鳳凰區人員嚴禁吹戶 管控區人員則禁止出單元大樓 如果出門 需要參加核酸採集樣本 也必須即出即回 據聞也只能按每兩三天上網採購生活物資 由專門人員派送門口 自行消毒並錯時錯風拿走 在嚴厲封控中 吉林省疫情 到現在也未見緩和 由於吉林是中國中共的汽車工業重鎮 實控的疫情衝擊了汽車製造業 位於吉林省長春市的日本豐田汽車合資廠 和德國大眾汽車廠均從3月14日起停工 復工日期未定 吉林日報2021年10月報導 製造業是實體經濟的基礎 汽車行業是製造業的標桿 多年來 吉林省是中共汽車工業六大產業集序區之一 是吉林省的第一支柱產業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統計 大陸2021年的全年汽車產量約達2700萬輛 吉林省的產量高居全國第三 約243萬輛 美國之音在3月21日報導 台北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教授蔡明芳表示 全球汽車產量早已因晶片短缺而皺減 如今吉林省部分汽車工業又停工 叫汽車產業雪上加商 甚至進一步衝擊中國中共製造業及服務業 更可能影響全球經濟 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港座教授謝田亦表示 全球供應鏈的分布已達到如此細緻的程度 這次吉林出現染疫的問題 對全球汽車的生產、製造 甚至對二手車市場都會產生相當長遠的影響 中共風盛可能會持續幾個月 所以全球汽車供應鏈的影響會非常大 從3月21日上海新增本土染疫人數再度飆升 新增確產病例31宗 無症狀感染者865宗 總共896宗 3月20日上海新增758宗 感染者分佈在上海近20個區域 3月22日7時15分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發佈公布 立即在暫停門診、急診醫療服務 恢復時間未知 在3月22日上海官方公布 28家醫療機構因疫情暫停部分醫療服務 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傅神表示 上海市本輪疫情 感染者平均年齡40.6歲 感染者總體以中青年為主 上映無症狀的比例也較高 3月21日北京新增6宗本土確診病例 確診病例1-5在前1日已通報 根據北京官方通報 自3月7日以來北京已累計報告72宗本土感染者 大陸媒體報導 北京本輪疫情出現多起家庭聚集性發病 最少涉及11個家庭37人 在感染者中所佔的比例超過50% 同時在3月22日天津官方通報 3月21日18時24時 天津新增21名本土感染者 其中確診病例2宗 無症狀感染者19宗 病患關疫轉移到天津市定點醫院 官方通報的新增感染者信息顯示 感染者分佈在靜海區、西淇區、東麗區、武清區、河北區、南開區、 濱海山區及寧河區等區域 自2月24日至3月21日 天津市本輪疫情累計報告511宗感染者 福建省3月21日新增本土確診111宗 其中全州市89宗、普田市16宗、 廈門市2宗、廈門官方稱 至3月21日起 廈門市同安區五顯鎮後堂村債仔山裡 湖里區電前街道小東山社1號神路公寓 詩明區年前街道明發商城小區 西南路22至40 升級為中風險地區 年日來順序地點均有出現確診病例 和確診病例的密切人員 3月21日遼寧省新增67宗本土確診病例 其中瀋陽市7宗、大連市5宗、 遼寧新增183宗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其中瀋陽市40宗、大連市41宗、 營口市180宗、 在3月21日遼寧省陽市側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黃平通報稱瀋陽職業技術學院師生 在3月16日核酸檢測篩查中發現 有三名學生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 三人為同一審室同學 3月18日至3月20日 在集中隔離醫學觀察的密切接觸者 和瀋陽職業學院後內封閉管控的重點人群中 經過排查又發現13宗陽性感染者 截至目前為止 16名學生均以閉環轉運到瀋陽市第六醫院進行隔離治療 截至3月20日24時 共排查出16名學生關聯的密切接觸者 1,666人 次級密切接觸者497人 風險人群8,844人 根據遼寧省當地官方通報 截至3月21日24時 這輪疫情 遼寧省累計本土確診病例1,241宗 死亡2宗 在醫院治療本土423宗 目前尚有本土671宗無症狀感染者 在定點醫院隔離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方曉綜合報導 本次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